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曹哉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那我们今天呢聚焦的话题呢 是大家平时接触时间比较长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款一种产品 就是音乐类型的产品 那么这种在线音乐类的产品呢 相信大家手机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这么一到两款产品 大家对它都非常的不陌生 我们今天呢就会选择在线音乐类 这类产品里面的三款热门的APP 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下产品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次课的课程目标 那么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 在线音乐这个行业的发展现状 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分析 酷狗音乐、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 这三款热门的产品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沿部分 我们说如果是一个音乐发商友 相对来说资格比较老一些的 相信呢 哈喽酷狗 那么这句口号呢 应该是大家并不陌生的 因为这是在PC时代 那么一句深入人心的一个宣传口号 当然这句宣传口号是属于酷狗的 确实酷狗音乐应该是在整个互联网音乐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资历非常老的一款音乐了 在原来的PC时代 它就是一个霸主 那么在手机的音乐里面呢 也一直占据着非常大的一个份额 可以说当时尤其是安卓手机 当时出来的时候 酷狗音乐几乎是我们必备的音乐播放器 当然了 在PC端酷狗音乐也依然是最大的一个音乐播放器 但我们说呀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发展 包括移动互联网迅猛的发展 那么现在呢 互联网音乐这个行业 市场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不仅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在线音乐的服务商 像酷狗音乐啊 酷狗音乐这样的 还有很多 比如像QQ音乐啊 虾米音乐啊 呃 咕咚音乐 网易音乐 这种相对来说 呃 比较小众的这种音乐 音乐APP 那么这些APP呢 也雨后春笋的这般崛起 那么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标签类型 比如说有号称自己是高逼格的 有号称自己是文艺范的 还有号称自己是小清新的 各种各样的标签 这种音乐类型呢 都会出现 那么这些APP呢 也他们的出现呢 对这种传统的音乐服务商 例如酷狗啊 酷我啊 这种音乐APP呢 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好 我们下面来具体看一下 目前在线音乐这个行业 它的发展现状 我们还是通过数据和报告的方式 来看一看在线音乐的行业的目前发展 我们说 从这个智能手机的发展和4G网络的普及 应该说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那么移动音乐呢 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急速的发展 那么原来呢 大家都是一开始 大家是通过这个手机来听音乐的 后来呢 PC互联网发展的非常好 那么大家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PC上去听音乐 那么现在呢 随着这个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大家呢 也把很多MP3MP4的功能都转嫁到了手机上 那么手机是这个听音乐的这种方式呢 又变得多了起来 尤其呢 在2014年 这个政府对于文化版权的保护 音乐版权的保护 那么使得移动音乐的市场再次发展起来 我们从具体的这种市场规模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么中国数字音乐的这个整体市场发展情况呢 从2010年到2015年 应该是一个逐渐递增的这种市场规模 大家可以看到 2010年它的市场规模是22.9 22.9亿元 那么到了2015年呢 已经到了92.46了 应该说是翻了四倍 四倍多 所以说呢 整体的这种数字音乐的整体市场规模 一直在不断的攀升 整体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态势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 就是移动端的占比 移动端的占比 我们说2010年的时候 2010年的时候移动端占比呢是比较高的 到达了87.78% 因为当时呢 这个PC端 PC端大家听歌呢 还不是那么的普及 那么到了这个2012年之后 到了2012年之后 这个移动端的数据会进一步下降 因为当时正好是一个 这个移动端 移动端相对来说是一个硬件发展 比较 比较波折的一个阶段 那么大家呢 听音乐呢 还不在手机上 还都在这个MP3MP4这样的 那么大家会把大部分时间用在PC端 尤其内置的网络带宽 在PC端呢 更加适合于听音乐 那么之前呢 可能就是大家会在移动端上听的比较多 那么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这种深入的发展和普及 到了2013年开始以后 那么智能手机大幅度的推向到了市场 那么大家呢 也舍弃到了身边的MP3MP4 会把大部分的这种听音的时间 会留在了手机上 所以说从2013年开始 那么移动端这种音乐的市场份额 在逐年的偏高 在2015年预计 预计整体上规模 移动端占比呢 会接近50% 我们再来看一个最新的数据 我们说从PC端和移动端的占比来看 2015年第一季度 这已经过去了这第一季度 那么数字音乐市场 67%的用户 其实已经在去移动端去听音乐了 而PC端听音乐的这个占比呢 下降为了33% 也就是说第一季度 已经正式标志的移动端 会成为主流的音乐市场 我们从这个图里面也能看到 PC端占了百分 PC端占了33% 而移动端呢占了67% 那么我们再从厂商的这种角度来看 从比达资讯的数据中心里面提供的数据来显示呢 那么目前截止到2014年底 2014年底就是去年年底 那么酷我音乐下载量超过了16一次 那么是首位排在了第一位 当然排在第一位的 排在第一位的紧随其后的 比如说像酷我音乐啊 天天动听啊 QQ音乐啊 也是在7到10亿之间的 也是输入量比较高的 而多米音乐 百度音乐和唱八 那么下载量是2.5亿 属于第三发展梯队 那么其他的这种音乐呢 下载APP呢 他的这种下载量不足以 不足以 可以说是为第四发展阶段 好 我们从这个图里大家也能看到 那么排名最高的 排名最高的是酷我音乐 紧随其后的是酷我天天和QQ 那么下面呢 多米百度唱八 那么我们今天要考核的 这个网易音乐 它其实排在比较靠后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 它作为分析 一会我们再来看 我们从下载增量上来看 下载增量上来看 那么酷我音乐 酷狗音乐和QQ音乐 他们的下载量是都比较高的 它排名是一二三位 但是我们从下载增量上来看 网易音乐的增量 是最加最迅猛的 它的增长率 已经达到了213.5% 从图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其他的这种音乐的APP呢 它的这个下载的增量 几乎都是比较平稳的 都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唯独唯独最高的一个 就是这个网易音乐 它的下载增量 是最明显的 可以说它是近一段时间来 发展势头 作为迅猛的一款APP 具体原因为什么也是以后再解释 我们再从这个饼图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来说呢 市场老大是一个传统的音乐制造商 是酷狗音乐 它的市场份额占据了24.3% 24.3% 是比较领先的 当然了 这个比达数据给的这个资讯呢 和有的给的不太一样 但是几乎都差不多 第一位都是酷狗 那第二位有人说是酷 有人说是QQ 当然我这里面 我更愿相信是QQ 那么QQ呢 在这个比达数据里面 给的是21.1%的市场份额 那么第三位呢 是酷狗音乐 后面是天天动听 百度音乐 多明月等等 那么这个网易音乐呢 它是在了其他这里面 显然它份额是比较低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中商情报网 给的一个数据排行榜 那么它也是把酷狗音乐 排在了第一位 那么第二位呢 也是给了百度音乐 那么第三位 它给的是百度 第二位给的是QQ 第三位给的是百度 酷我摆了第四 那么这里面呢 它把网易音乐 摆在了第五位 当然这是2015年的 一个最新的排名 可以说从这排名里 你能看到 这个网易音乐 强大的这种增长的态势 也使它的排名 在不断的升高 我们再来看几个详细的数据 比如说 各类的这种移动音乐的APP 它的活跃用户的占比 活跃用户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 活跃度最高的是酷狗音乐 这个毋庸置疑 它的用户量也是最大的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 网易音乐 网易音乐的活跃度 也是比较高的 也是超过了70% 这是速图研究院 给的一个报告 从这边可以看出 虽然网易音乐 虽然是2013年才出现的 出现的年头比较短 截止到目前为止 也仅仅两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看 它的活跃用户数 却达到了70%以上 仅次于老品牌的酷狗 而且它超过了 类似于QQ音乐 这种强大的竞争对手 当然这是和网易音乐 主打移动端 有着比较大的联系 而且它主推的一些发现 社交评论的功能 也给它带来了 很多用户的粘性 这就是为什么 它的活跃度比较高 我们再来看一看 音乐评分 还有排行榜 我们从音乐 软件评分的角度来看 第一名竟然是网易音乐 它的用户评分 达到了9.23 达到了9.23 而我们说 酷狗音乐排名第三 QQ音乐排名比较靠后 估计也是因为 QQ音乐用的人比较杂 那么口味也比较难以符合 所以它评分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么这种覆盖率 从覆盖率的角度来看 酷狗音乐 当然覆盖率是最高的 但我们看看 这个Q音乐覆盖的第五 那么网易音乐呢 没有进入到前十名的榜单 那么从这两个数据 能对比看出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从这种 下载量 覆盖量 还有评分 出现到了比较大的差异化 出现在了网易音乐上 网易音乐在评分上 它排行的是第一的 但是呢 它在覆盖量上 省量上却排名了十名之外 它的使用率不及QQ 不及酷狗 但是评分呢 却是最高的 这会表明的就是 网易音乐 虽然现在的量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的用户忠诚度和喜爱度 满意度都是最高的 所以说呢 无论是QQ 还是酷狗 都把网易音乐 当成了一个 追赶的一个竞争对手 我们再来往深入度的看一下 那么音乐用户里面 肯定有很多重度的音乐用户 又叫做音乐的忠实用户 那么这种重度的音乐用户 它使用率 最高的音乐软件是哪些呢 也会比较让人大跌眼镜 那么这种重度音乐的爱好者 使用率最高的音乐软件 竟然是网易音乐 那么第二位才是酷狗 第三位是QQ 那么从这个排行榜 你能看出来 网易音乐 它对于这种重度用户 是非常有信力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各类应用软件 用户每日平均使用的时长 使用时间最长的 也是网易音乐 它达到了1.7个小时 第二位的是QQ音乐 第三位是酷狗音乐 还是那句话 对于这种资深的用户 忠诚的用户对于音乐 的使用时间来说 网易音乐是比较高的 那么从刚才这个数据来看 无论是重度音乐的使用 用户的使用排名 还是日平均使用时长 网易音乐都排名第一 高于拥有庞大用户群的 酷狗和Q音乐 所以说网易音乐的增长 试图不容忽视 那么从刚才分析了这么多 现有的数据 我们可以把目前的 这种主流的在线音乐的厂商 分成三个梯队 那么第一个梯队呢 就结合各种各样的报告 可以分出来 酷狗酷我和QQ音乐 目前呢是在于第一梯队 第一梯队 当然有人说QQ是第二 有人说酷我是第二 那么我这里边呢 宁愿相信QQ音乐是第二 那么他们的优势主要在于 资历比较老 尤其是酷狗跟酷我 他们都是从PC时代 衍生过来的 包括QQ 他们都有着海量的音乐数据 还有长时间的这种用户积累 他们主打的是音乐播放器的功能 那么像酷狗啊 QQ啊和音乐 大部分都是研习PC时代的套路 都会以播放器和家乐库的 这种模式来呈现 那么凭借长时间的用户积累 还有PC端用户的这种忠诚度和迁移 使得他们在移动互联网上 仍然占据着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用户比例 那么第二梯队呢 可以说是天天动听和百度音乐 那么这两个产品呢 都是虽然说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口碑和热度并不那么高 但是他们拥有着比较大的入口流量 就比如说百度对吧 百度有着强大的搜索入口 所以说虽然说名气没那么响 虽然说口碑没那么好 但是它的市场占有率也不低 它仅比第一梯队低一些 但是它的主要功能还是主打播放器的功能 尤其是天天动听 原来是这个PC时代 对吧 闭装软件之一 那么第三梯队呢 叫做虾米多米 咕咚还有网易音乐 为第三梯队 那么他们这几种 这种音乐就是我们说的 它不仅仅主打播放器了 而是它主打发现好音乐 并且呢 有一定的这种社交性和这种标签化 那么这种音乐呢 虽然它的量级没有前两个梯队的量级高 但是它赢得了市场比较好的口碑 还有最近比较明显的这种增长势头 尤其是网易音乐 它在很多数据指标上 其实已经超过了第一梯队的这个核心产品 所以说他们的发展趋势也不容忽视